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吴燕妮丽娅李宇威夺冠 坐稳亚洲第一,创造两项记录,冲击奥运前八 2024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季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女子100米篮决赛 吴燕妮以12秒74丽娅李宇威夺冠 同时,12秒74还刷新了吴燕妮职业生涯的最佳成绩 创造了新的个人记录 并且从目前吴燕妮的状态来看 他已经具备了冲击奥运半决赛 甚至是前八的实力了 本次全国冠军赛看点十足 吴燕妮、林宇威、夏思宁三大名将展开正面交锋 小组赛,三人分别处在三个小组 吴燕妮以13秒06独占凹头 林宇威以13秒26紧跟其后 不过小组赛的成绩并不影响后面的决赛 所以两人谁能拿到冠军 还有悬念 而且在决赛开始前 日本名将福布真子在日本国内赛事中 跑出了12秒75分 直接刷新了此前有吴燕妮保持的 本赛季的亚洲最佳成绩 可见吴燕妮的压力还是很大 即要跟林宇威竞争 也要想办法夺回亚洲一姐的头衔 而且自亚运会后 吴燕妮就没有跟林宇威同场竞技过了 即便吴燕妮此前在日本连夺三冠 也都没有跟林宇威有过直接交手 这次算是双方自亚运会后的首次交锋 所以对两人来说都十分重要 决赛开始 林宇威的反应更快 率先进步 并且在前半程保持领先 然而吴燕妮的中后程加速能力非常强 并且节奏控制得很不错 从第六个篮开始 吴燕妮就追上了林宇威 随后第七个篮 吴燕妮反超林宇威 冲到了第一位 此后 吴燕妮开始冲刺 直接把林宇威甩到了身后 并且率先冲过了终点线 以12秒74的成绩拿到冠军 同时凭借这个成绩 吴燕妮直接创造了两项记录 第一项 12秒74是吴燕妮个人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 第二项 12秒74也是本赛季亚洲的最好成绩 仅凭这一场比赛 吴燕妮就完成了对速敌林宇威的逆袭 同时还坐稳了亚洲一节的宝座 而且吴燕妮今年的状态是越来越好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 吴燕妮还有可能继续刷新记录 并且12秒74放在东京奥运会上 都已经闯进半决赛了 当然了 东京奥运会闯进决赛的成绩是12秒67 所以吴燕妮想要冲击奥运前八 还需要继续努力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吴燕妮只要继续保持上升 就完全可以冲击这项成就 个人批蔽12.74秒 让吴燕妮的国内历史排名 从此前并列第七上升到并列第四 与位居第三的20世纪80年代 亚洲第一人刘华金个人 批蔽仅差0.01秒 今年田径大奖赛总决赛 女子100米篮比赛吸引了 包括林雨薇 吴燕妮 夏思宁在内的国内一众高手 林雨薇是现役国手中跑得最快的 其个人PB达到12.74秒 比吴燕妮的12.76秒快了0.02秒 此成绩是林在杭州亚运会创造的 新一轮对决 吴燕妮在起跑不力的情况下 后场发力 最终成功逆转 还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从而追凭林雨薇 成为国内女子100米篮项目 跑得最快的现役选手之一 女子100米篮亚洲记录 由章鱼所保持 成绩是12.64秒 该成绩是在1993年 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创造的 无水胶 油滑筋 分别以12.72秒 12.73秒 位居该项目国内历史第二三位 前者个人PB是在2014年人川跑出的 后者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 以12.73秒的成绩创造了亚洲新纪录 问鼎总决赛前 吴燕妮的个人最好成绩位居国内并列第七 跑得比他快的 除了章鱼 吴水胶 刘华金三位名将外 还有曾燕 林雨薇 谢柳英 这次吴燕妮创造了12.74秒 让他的历史排名 从此前的并列第七 上升到并列第四 笔者观察到 吴燕妮有两项指标 高居国内之首 这两项指标是 他分别两次 六次跑进12.80秒 12秒90大关 章鱼的亚洲记录 明显高过国内其他选手 但他跑进12.90秒大关的次数 仅一次 吴水胶 刘华金 分别是两次 一次 曾燕个人第二好成绩 仅13.06秒 李雨薇相对多些 他分别两次 六次跑进12.80秒 12.90秒大关 和吴燕妮相比 同样处于下风 他的个人第二好成绩 是12.79秒 在起跑落后的情况下 吴燕妮仍然跑出 12.74秒的个人PB 说明他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以吴燕妮28岁的年龄 他将亚洲记录写在自己的名下 可能不太现实 但超越吴水胶 刘华金两将 并突破12.70秒大关 并非无望 全国田径冠军赛 女子白米兰决赛 已经大摩落下 李宇威完败 吴燕妮创生涯最佳夺冠 赛后的颁奖仪式上 两人零互动 这次白米兰决赛 李宇威状态不佳 吴燕妮则是状态火爆 比赛最后50米 吴燕妮顺移反超李宇威 并且拉开了差距 跑出生涯最好的12秒74 拼到受伤 赛后领奖仪式上 吴燕妮一瘸一拐登台 李宇威走在她的前面 登上领奖台 吴燕妮开心庆祝 不停跟现场的观众互动 李宇威挂上银牌 看起来强颜欢笑 吴燕妮福尔倾听现场的欢呼 跟颁奖嘉宾机长 笑容满面 令人不解的是 吴燕妮随后的动作 她招呼颁奖嘉宾 站在她的右手边 随后又招呼两名对手 过来一起合影 颁奖嘉宾 正好把吴燕妮和李宇威隔开了 两人也失去了一次互动的机会 整个领奖过程 两人也没有互动 看起来 李宇威不服输 对于这次的成绩 显然她不是满意的 而李宇威 一直是吴燕妮 最渴望击败的对手 这场胜利 也给了她很大的信心 吴燕妮赛后更新赦美写道 12秒74 刷新PB 刷新亚洲赛季最佳成绩 真的感谢 所有父老乡亲们的支持 我会越来越好 中国女子100米蓝 也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继续战斗吧 亲爱的 请相信你自己 你行的 在谈及未来时 吴燕妮表示 她将继续努力训练 备战比赛 争取在国际赛场上 取得更好的成绩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为中国田径事业 赢得更多荣誉和尊重 同时 她也希望自己的经历和故事 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热爱运动 追求梦想 吴燕妮的这番话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共鸣 她的自信和坚定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也为中国田径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在采访的最后 吴燕妮再次呼吁大众对运动员的表现 要更加宽容和理解 她表示 运动员在赛场上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他们的付出和努力 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为他们创造一个 更加良好的训练和比赛环境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吴燕妮将会继续为中国田径事业 创造更多的辉煌和奇迹 子里备